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多名学生 有一名校长负责 但因条件很艰苦 1941年一年内 先后有八任校长弃职 第九任校长就是1942年上任的乔治霍格 中文名为核克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秘书监视察园 学校创办初期 校长和克用延安的革命精神 及八路军的作风来管理学校 和克到任后 陆续招收六十读 明平古和战争难民子弟入学 他用嘉陵江的水做洞地 新建防织厂 机械厂 亲自率领学生和工人一起工作 以上五途为陕西双石铺陪离学校 Nedal Research Tattoo 1944年初 日军发动预期战役 逼近同关 双石铺受到威胁 和克率六十多名中国学生从双石铺出发 翻山越岭两千余公里 到达甘肃山丹县 陪离学校迁至此处 成为山丹陪离学校 1945年搬迁完成 1945年 30岁的和克因破伤风逝世 在山丹陪离学校 埃离度过了将近十年 潜心教育 陪离学校迁到山丹后 常和聂广涛 聂广佩一起活动的小伙伴 还有张维善 房元德 后来报刊上常见的艾离同四个孩子 就是指这四个人 下图是于1945年1月到1946年1月的 甘肃山丹陪离学校 Nedal Research Tattoo 1949年下 半年 军阀马不方的军队 拟定了杀害陪离学校六十多名学生骨干 即包括艾离在内的若干教师的名单 一千余名士兵驻扎在陪离学校周围 准备在撤离前炸轨学校 埃离一边安排学校的正常学习和生产活动 一边暗中组织学生转移物资 疏散学生 正当马不方的军队拉来两卡车炸药 准备破坏的时候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青海经扁路口开来 攻占了山丹县 埃离立即组织陪离学校师生将已拆掉的汽车连夜装好 取出埋藏在矿井中的汽油 派出14辆卡车及运输组全体同学 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玉门大马云 同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伤员也被送到陪离学校医院治疗 培离学校还将缝制的500套皮大衣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郑伟鹏的怀腰爱丽到九泉会面 赞扬了培离学校的成绩 及该校对解放军吸进的支持 Niton Rant 32天的爆发后 爱丽受到冲击 当时大字报贴到了爱丽所在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院子里 但爱丽仍坚持不离开中国 她认为自己走了 就没人证明陪离学校的学生们的清白 因为当时陪离学校差点被定为间谍 特务学校 学校学上有被逮捕的危险 1968年8月31日 宋庆龄得知她的处境后 写了一份证明信 1987年12月27日 爱丽因脑血栓 并发新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 享年九十岁 根据她的遗嘱 骨灰一半洒在山丹培离学校 原先的农场四坝滩 一半安放在山丹的墓地 邓小平为其墓碑 提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爱丽未留下任何遗产 他将自己收藏了文物 全部捐给山丹县 Need a Research Attitude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